好 諸位知事 諸位居士 那種放長 好 我們今天要開始 越來越難的齁 大家要準備這個筆記本 筆記本要做表格 一頁一頁的表格 今天我們要進入畫法四教 昨天我們在講這個 五十配五十八教的圖 它有很多的線條 對不對 它這麼多的線條是什麼 它在解釋什麼 其實它就是在講說 我們在這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要學習的功課 還有方式都有所不同 就像我們在講這個教育 每一個孩子的成長 它有每一個階段的任務 所以譬如說我們要教幼稚園的小孩 我們就要教他數學要怎麼教 可能要用遊戲的方式 那到了大學 如果教數學還用遊戲的方式 那這個方式可能就會不夠深刻 所以要對不同程度的眾生 教不一樣的內容以及方式 那我們要來進行什麼 就是我們講的方式 就是有頓見密密不定 但是內容呢 就是有障通別緣 然後我們要知道 那障通別緣它到底有什麼 一個差別 有一個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叫做 畫法四教 請大眾呢 看到課本第86頁 86頁 那因為開始我們要同時四教一起看 所以大家要翻來翻去 那同時翻來翻去的時候呢 你要準備一張那個 這個筆記本 在旁邊做一個比較 這樣子對照起來 你就會比較清楚 好 現在我們最重要的呢 一開始啊 什麼叫做畫法 畫法就是教畫眾生的方法 這個法門有很多 它有很多不同的內容 它總共分成四種 可是一開始呢 偶義大師就講法上無一 其實你說八萬四千法 其實沒有差別的法 為什麼會有四種差別 到底哪一種法門最好 是念佛法門最好 還是禪修的法門最好 還是持咒的法門最好 還是聽經文法的法門最好 什麼法門最好 都很好 那吃飯的到底是飯好還是麵好 還是饅頭好 能吃得飽就好 好吃就好 那就吃零食 所以呢 就是我們這個每一種食物啊 它都有它的不同的作用對不對 那你吃 吃什麼呢 那就要怎樣 你要問啊 是吃對身體 你的身體需要什麼 對身體會好 你就吃什麼 可是我們常常呢 都是怎樣 就喜歡吃 對身體好還是不好的東西 健康的就怎樣 不好吃 好吃的就怎樣 不健康 所以呢 我們到最後就會有很多的毛病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佛陀只好怎樣 針對我們的毛病 只好怎樣 因病與藥 跟我們開藥 我們現在呢 已經來佛陀的醫院 這個醫生啊 非常有智慧 一看 你那麼虔誠 可是呢 他看到的是 你的虔誠背後 有很多的壞毛病 這毛病呢 已經是很久了 所以一定要怎樣 為了要符合你的虔誠 你這麼虔誠的來學習佛法 就是要解脫 就是要怎樣 離苦得樂 所以就要徹底的把你的病 給去除 你就可以真正的解脫 真正的離苦得樂 所以其實他說 其實如來利他妙志啊 就是為了要利樂 有情眾生 可是每一個眾生的毛病都不一樣啊 所以因病而怎樣 施藥 給藥 那這個醫生很厲害喔 有的醫生他是 所有的病人來都統一給他一個藥 都統一種 因為他只會那一味藥 祖傳秘方 但是呢 如果真正厲害的醫生呢 甚至於有的病人喔 還給他假的藥 就是不是藥因為他根本沒有病 是不是喔 所以呢 這個因病而與藥喔 那就會怎樣 有不同的差別 那我們大部分的人都生什麼病 所以呢 他就統括 所有的眾生呢 大概分成兩種病 一個就是見思病 一個就是無明病 見思病跟無明病 見思病 我們有沒有見思病 見思病不是相思病 見思病是什麼 我們的見 見就是觀念 知見 知見有沒有病 有 有 有 思呢 因為知見而引起的習慣 我們的思維方式 我們的生活模式 我們的一些習慣 這個叫做思 見思病 我們是病重的還是病輕的 很嚴重 所以呢 我們一生又一生 有各式各樣的愛恨 怎樣 情仇 還有呢 甚至於愛恨情仇到了 越演怎樣 越烈 然後到最後這樣 咬牙切齒 不共怎樣 戴天 那但是其實我們都不是不共戴天 我們根本就是都喜歡跟自己的仇人 難分難捨 因為呢 我不要放過他 是不是 所以呢 這種病很重的呢 佛陀就講 三藏教 要用三藏來治療 你看這個 這個藥實在是很難 很難 那等一下我們會來慢慢的來瞭解 叫做什麼 三藏教 三藏教其實簡稱藏教 藏通別圓的藏 好 那第二個呢 見思病 輕的 就是說通教 好 這是見思病 見思病有的話呢 他會怎樣 會輪回 會輪回 所以我們 會輪回的原因 大家都生一樣的病 所以不要互相再繼續漏氣了 因為呢 你有的我也有 你有的毛病 我的沒有少啦 只是現在沒有發作而已 所以我們通通都在三藏內輪回 沒有比較好過的啦 都差不多半斤八兩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變成師兄 因為我們一起用功嘛 那一起用功呢 大家就要互相怎樣 在這個病上呢 要怎樣 同一個醫院的 同一個學校的 我們就要互相幫忙 醫生開的藥要怎樣 互相要問怎樣 吃藥沒 不要問 吃飽沒 藥要吃飽沒 是不是 要吃的沒 真的是有病嗎 我們才會有煩惱 煩惱很重 那如果呢 醫生開的藥是復健 你就要問他 運動的沒 有沒有 如果今天醫生說 好我們開一個 一百部華顏經 你就要問他什麼 念經的沒 如果每天要拜萬佛 就要問他什麼 拜佛的沒 所以你看 諸佛菩薩見面的時候 他就會先問對方怎樣 少病少腦否 有沒有 第一個少病 你的身體 有沒有比較少毛病啊 你的身體健康嗎 這是我們大部分 最喜歡的身體健康 都沒有 身體就很輕鬆 沒有煩惱 沒有隱憂 但是第二個呢 還有什麼心理如果有毛病 第二個腦就是心理啊 心理不好過 心理不好過你的身體一定也會 產生影響 所以見思病喔 就是少病少腦 好 那下面這個無明病呢 無明病就是佛陀問的眾生意度佛 哎呦 都不知道要怎麼做 叫做無法度 有沒有 沒有辦法 我對那個人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方法 叫做無明 好無明就是 無明病比較重的時候呢 你要行菩薩道啊 你就有困難 然後說奇怪啊 我就自己做的 好像做得不錯 我要教他 奇怪他怎麼都不會 是不是 明明這個方法對我來講很簡單啊 可是為什麼有的人就學不來 那每一個人都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啊 我喜歡念的這一部經 不是每個人都會念啊 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愛念啊 所以這就是因為我們不了解眾生的根性 也不了解眾生的他的盲點在哪裡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學教官剛中 因為學了之後你就可以解決這個無明啊 那對於行菩薩道你的障礙就會減少 這個叫做沉沙禍 最後就是無明禍 所以見思病跟無明病呢 就有輕的跟重的 因此就開出四鐵藥 藏 童 別 圓 這四鐵藥 那這樣大家知道對不對 好 現在我們要來看 藥單的內容到底是哪一些藥 哪一些藥材 有沒有 一打開紅棗 是不是 那我們現在來看 藏教 藏教 那我們接下來的方式呢 就會從原文我們先看原文 整個我們把原文呢 做得非常清楚 我們的頭腦裡面呢 其實因為為什麼要讀原文 因為我們原文 就已經會裝滿我們的腦容量了啦 如果再解釋下去就會怎樣 我們就會跟師父說師父我背不起來 所以現在我們只要記關鍵字 那記關鍵字我們都記起來 其實是會幫助我們打通整個觀念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多經文 你都不懂的時候 你就先把那個詞先記起來 因為它會是非常重要的 佛陀他講的幾個重點就是關鍵字 知道嗎 好 所以呢這個 接下來我們來看藏教 藏教的關鍵字 藏教為什麼叫藏教 他先解釋在第90頁 好 來 藏教就叫三藏教 哪三藏 金藏 綠藏跟什麼 論藏 三藏 所以如果我們說這個人是三藏法師 表示他是什麼 他是不是豬八戒的師父 那豬八戒的師父是誰 玄壯大師對不對 那玄壯大師是不是三藏法師 是 為什麼叫做三藏法師 是因為他是豬八戒的師父 所以他有三個徒弟 一個是豬八戒一個是孫悟空 然後一個是什麼 沙烏淨 所以他有三個殘障的徒弟 所以叫做三藏法師 是這樣嗎 不是嘛對不對 所以三藏 表示他通達的是什麼 金律論 這三藏 好 凡是通達金律論三藏的法師 所以三藏法師 我們就會稱他叫三藏法師 我們就會稱他叫三藏法師 所以我們會碰到有一些經典裡面呢 譬如說揪摩大師 揪摩羅師 我們就會看到 邀請揪摩羅師三藏 表示他是通達什麼 金律論三藏的 所以三藏法師是一個尊稱 很難得 好 那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藏教就是了解所有佛陀的教法 所有佛陀教 那應該是最厲害的 對不對 最厲害的 那的確是很厲害 但是這個藏教呢 其實是所有經教 我們所有的經教的最重要的基礎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了解藏教的內容 那藏教到底三藏十二部經 你要告訴我啊 重點是什麼 要不然我怎麼看得完 有沒有 好 所以現在很厲害 就是這幾句就是重點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喔 九十二頁 九十三頁這裡 這個原文喔 他告訴我們三藏教裡面 講這幾個內容 歸納起來 就講這四個內容 哇 早知道就不用讀那個三本 有沒有 三藏是三本嗎 不是啊 三千本啊 是不是喔 但是那裡面是講什麼 其實他就在講這幾個道理 四地 十二因緣 六度 有沒有 四地是哪四地 苦 疾 滅 道 十二因緣呢 無名 行 是 名色 六入 促 受 愛 取 有 生 老死 有沒有 大伯爾金 海家 悠悲苦惱 是不是 所以我們呢 一直唸一直唸一直唸 一直唸 就一直唸到這個四地 十二因緣跟六度對不對 好 那再來呢 他在講的是二地 十有二地 好 可是他這邊 特別講了 有不一樣的一個字喔 什麼一個字 就是呢 四地前面呢 他還有形容這個四地 是屬於生滅的四地 好 然後呢 十二因緣前面呢 還有形容 這個十二因緣是 四一生滅十二因緣喔 好 四一生滅十二因緣喔 好 再來呢 四六度 六度是四六度喔 好 再來喔 二地 真俗二地 是十有的喔 是十有的喔 好 先記起來喔 先寫起來喔 葬教是這樣 好 我們是不是要來了解一下 好 葬教的這個內容 大概是這些 那他到底是要對哪些人 我們剛剛講 什麼病最重的 就要讀葬教 見思病對不對 那什麼人會得見思病 就是三界內 我們是不是三界 我們有沒有在這個世界裡面 這世界裡面的眾生 而且呢 因為我們病得很重 所以我們的根性呢 比較遲鈍 比較遲鈍喔 好 然後呢 就是我們叫做 戒內 鈍根眾生 這個是對象 好 對象就是這一類的人 戒內 鈍根眾生 修西空觀 出 分斷生死 正 偏真 涅槃 正化二聖 龐化菩薩 這裡好幾個重點有沒有 好 那這個列出來喔 你的那個筆記本要用橫的 你要橫的 因為後面你要接在旁邊 藏教是一個格子對不對 最左邊的一個格子 然後呢通教 就在他的隔壁 蛤 我不早說喔 要重寫的對不對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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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剛剛講有什麼 四地對不對 十二因緣 還有什麼 六度 還有十有二地 這四個 先記這四個喔 十有二地喔 對 等一下喔 你們 我等一下 我先跟你們講 你們先大概知道喔 先不要急著填下去喔 因為等一下你就會發現 師父你都不早說 後面還有那麼多 所以十有二地的這一個格子呢 要多一點 要多四格 有一個空位給他 因為藏教是最基礎的 所以他只有講一個二地 一個真實的地理 好 這個十有二地 那他的對象是誰 就是戒內頓跟眾生 有沒有 戒內頓跟眾生喔 你要這樣列起來 好 然後修什麼 西空觀 他的觀形叫做西空觀 然後他修好了會讓他怎樣 就從戒內出戒的嘛 他就會怎樣 就會出分段生死 就是聊生死 好 正偏真涅槃 那他這個地方呢先 大概先 我們先知道這裡喔 接下來我們要先看通教 我們這樣子看了 也很快看了一次之後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師父說 要橫著寫喔 因為呢這個橫著呢 你的後面通別緣 你就會發現你可以對照起來喔 159頁就是在講通教 然後呢後面呢你會發現 那個一張是不夠的 因為你下面還要接很長很長 很多很長很長啊 要像衛生紙捲軸的那種有沒有 好 那樣子才夠你寫喔 所以 所以這個是我們 我們這個要寫筆記喔 你就要先知道你要寫哪一些東西在裡面喔 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呢有電腦 所以大家通通都比較少去做那個編排喔 那你就就會比較沒有那個概念喔 那如果你真的要把這個教官崗中 寫成一個很 就是一個很清楚喔 你要寫得很清楚 而且大家都一定要寫得很清楚 其實要怎樣 多大張 要像壁豹那麼大張知道嗎 要全開的你看 來那個星策法師已經秀出他 去前年的傑作了你看 果然是衛生紙捲軸喔 你看他只是沒有捲起來而已 來秀給大家看 很得意喔 好 我跟你說呢 那個寫是沒有用因為他都忘光了 所以 所以再重寫一次 而且他那個時候寫的時候很得意喔 覺得自己已經寫了曠世巨作了喔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次我們也要來寫 每個人都要寫出曠世巨作 我們到解下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一個作品展示區 看看呢 大家看誰寫的最好這樣子喔 最清楚就是最好 要不然都不知道在寫什麼對不對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第二個教 叫做通教喔 好 通教我們剛剛講什麼 是不是先解釋什麼叫藏教 所以通教他就先解釋什麼叫做通教 通就是通來通去啦 所以很簡單 通就是通前又通後 什麼叫通前 他前面有什麼叫 藏教對不對 藏教你如果 你說讀書讀一讀 讀不來你就只好怎樣 留級有沒有 然後留級還是讀不來 你只好怎樣 降級喔 所以 通到前面去的 就是頓跟的就要通到藏教 就跟藏教通在一起 好 那如果你是立跟 你可不可以升級 立跟要往上通啊 所以這個教最厲害就是 藏通別源都有通 有沒有 因為他這個通前通後 所以叫做通教 這樣了解嗎 然後這個教很厲害喔 這個教裡面什麼都有 所以三聖他都有 所以方等 般若 十 是不是叫做通別源 大家有沒有記得那個 昨天那個那張圖 那趕快翻出來 有沒有看到那個 昨天那張 來 有沒有看到通 通上面是不是有兩條線 有沒有看到通上面有兩條線 這兩條線通到哪裡 方等跟般若有沒有 好 你看 煎蛋對待有沒有 方等跟般若通 從通教通上去 會看到他通到方等十 又通到般若十 所以他這邊呢就在講說 這個教呢 他是怎樣的人 就是沒有 就方等跟般若十中呢 有三聖共行 什麼意思 他是又是生文聖又是原覺聖 然後又是菩薩聖 所以他是小聖 中聖 大聖他通通都通 那比較頓根的 他就通到小聖去了 如果比較立根的 他就通到菩薩聖去了 所以這個叫做通教 好 那這個通教呢 裡面的內容喔 來 趕快頭腦再回到那個藏教 你不要說 師父我不要通到那個教 我是頓根 不是喔 你看喔 他也是四地十二因緣 可是跟前面的教有什麼差別 通教是什麼四地 通教是無尊四地 藏教是什麼四地 生命四地 有沒有發現 他其實都在講四地 所以為什麼佛陀一陰眼說法 終身怎樣 隨類得解 他的程度 一樣佛陀都在講苦極滅道 如果你是 這個 藏教的就是 喔 真的好苦喔 然後呢 佛陀在講苦 你就哭了 因為真的苦到喔 師父 我跟你講喔 我真的很苦喔 你剛剛講的八苦 我通通都有喔 那你是什麼教 就藏教 藏教 那個就是生滅有沒有 還要說從 從我嫁給他的那一天開始生 有沒有 苦生 從到最後呢 下定決心給他離了 就滅 就是有生有滅的那一段 那個叫做生滅四地 就真的是苦啊 我學了佛 吃了皺 送了金 把他給斷了 是不是 我們今天早上的那個 居士啊 他在分享他的心得啊 他說 建徽法師說啊 這個金剛經講得非常好 如果我不能把我同修滅了 只好把他渡了 滅渡 有兩個字好恐怖喔 有沒有 他一聽到滅渡那兩個字 就好高興說我要把他滅了 是不是 你要怎麼滅 因為有生才有滅嘛 那可是問題是到通教的時候 他就會怎樣 又不太一樣喔 他有不一樣的體會喔 他就是知苦怎樣 無生 本來就沒有苦 是我們自己的妄想 認為他是真的 所以他才會苦啊 苦是虛妄的啊 所以這一個教呢 他其實學的是什麼 不生不滅的法 有沒有看到他的十二因緣也是什麼 跟藏教 藏教叫做私益生滅對不對 好 那到通教他叫什麼 私益不生滅 他是不是程度又好一點 他了解無生的法喔 了解不生不滅的法喔 他也修了六度 藏教修什麼六度 世六度 好通教他修什麼 禮六度喔 是不是 布施 是布施什麼 布施呢我們一般說 布施五百塊 那個叫做什麼 世六度 供花 買花 那個就是世六度喔 聽得懂嗎 我要喇叭花 我要牽牛花 我要水仙花 我要彈花 那個就是世六度 很實在的是什麼東西 但是呢 如果是禮六度就是什麼 布施是什麼 因為要捨千灘 供花是什麼 因為用面上無稱 是最大的供養 用我們的莊嚴 就是最大的花 最美的花 來供養大眾 是不是 花顏經 花顏經 就是什麼 就是最莊嚴的供養 有沒有 所以這個叫做禮六度 我們就是因為要捨掉千灘而行布施 不要毀犯而行持戒 那我們就會從世到禮喔 為什麼我們要這個修六合境 因為我們要怎樣 能夠安心辦到 所以這個禮呢 我們就要能夠懂道禮 那這個通教呢 就講了好幾個地有沒有 你看 師父請你們留空位 是不是有位置 現在就有位置了對不對 因為有好幾台車要停進來 所以呢 你這個位置呢 就是換有空 欸 藏教是什麼 什麼什麼二地 石油有沒有 他現在講 油是假的 叫做換油 換有空二地 好 但是呢 他下面的這三個 你就看不太懂啦 什麼兩種韓中二地啊 別入通二地啊 圓入通二地啊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蛤 三地的別入通三地啊 圓入通三地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因為通教 是不是可以通到後面去 要通到哪裡去 通到別教跟通到哪裡 圓教喔 你最好都不要通到 張教會會掉下去沒對不對 好 那你如果要通到後面 你是不是要拿一個 他要來接我們的資格 是不是要拿一個牌子 免得那個 人家來說 誰要升到我們這一班 就不知道喔 因為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到底 他到底在學什麼 我能不能通到那邊去 所以呢 這時候呢 就有一些道理是 別教會通過來 圓教會通過來 你才可以再通回去 所以到別教圓教的時候 你也會看到這個地 就是什麼別入通圓入通 等一下我們就會 先把這個詞寫起來 到時候你就會知道 他在通來通去的 互通有無 那至於他那個道理是什麼 沒有很難 只是因為現在有很多名詞 所以你突然一下子會覺得怎樣 好像很難喔 好像是很多很多的科目 其實他都一直在講什麼 就是三地而已 空甲中 只是那個空甲中 你怎麼去認識他 你是用很圓融的方式去認識他 會活用還是不會活用這樣 所以就像說我們吃飯煮飯 很會煮飯的人舉手 不敢舉手對不對 覺得自己很不會煮飯的人舉手 好那很不會煮飯的人呢 覺得自己沒有信心的時候 剛開始要煮飯都會用什麼 是不是拿食譜 是不是拿食譜 翻食譜然後呢 什麼東西幾湯匙什麼東西幾湯匙 那外國人最喜歡寫幾顆幾顆對不對 所以呢你為了要煮飯 是不是還要拿一個那個瓢子 在那邊蹭 你很會煮飯的人他需不需要 你說奇怪你那個味道怎麼調出來 那就是 兩肌肉啊 差不多差不多這樣 我就隨便滴一滴 他就變得很香 我也其實也不知道 那個叫做美角對不對 那個叫訣竅 有的他就是已經爐火純青到 他閉著眼睛都會做 但是有的呢他是怎樣 就是他的 連看著食譜都會燒焦 因為這裡面沒有火候啊 他只有幾分鐘有沒有 然後我們就給他開火 三分鐘算算算算 哇啊火就把他燒焦了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喔 我們的佛法我們都會 四地我也會 十二英元我也會 可是你會不會運用 就像現在我們教灌綱中 全部背起來了喔 接下來你要去度眾生 你拿著這個課本說 嗯 經過我的診斷 這一位大德你是通教的行人 那讓我們來修 患有空二地吧 好 就 他直接把你這個 叫老師給他怎樣 FIRE了 他說 要教這個 看起來比我還兩光 有沒有 那我自己就自己自己接到那個別園去喔 就是我們用的不是很熟的時候 那個照片宣科喔 你看我們今天早上喔 請那個居士分享喔 有的就講得很很感人喔 有的呢就是 尊敬的傳承大和尚 尊敬的建徽法師 我非常榮幸的在這邊分享我的心得 一看就知道在幹嘛 唸稿子 從昨天晚上就緊張到 整個晚上一直準備那個稿子 然後呢 哇 終於看一下手錶 嗯 唸完了 好很感恩這樣喔 是很厲害啊 這配合度很高 要不然 要不然我們也其實也演不下去有沒有 所以呢 真的有的人呢他就是很可愛喔 他就是會 會準備那個稿子啊 但是有的呢已經熟練到 都不用稿子了 但是有的呢 又很脫線脫稿演出亂講一通 所以呢其實 這個就是法門的運用喔 會有不同 會有不同 那我們 我們就先知道喔 基本上我們要先知道 有哪一些招數 然後我們再來練習 練習喔 好那我們來看喔 剛剛藏教跟通教他 因為會互通 所以他其實有一些相相似的 同質性的東西 好為什麼 因為他們生一樣的病啊 藏教跟通教生什麼病 見思病對不對 見思病只是一個比較重 一個比較怎樣 輕 所以你看他的對象就是 界內喔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猜 可以想像 別根源可能是界外的喔 是不是度界外的 界內跟界外喔 那界內就是我們啊 凡夫眾生六道輪迴有沒有 他立根眾生呢 就是他的煩惱比較輕 就是立根 煩惱比較輕是立根 讓他修什麼 體空觀 所以大家記得記得記得 然後寫起來寫起來 要不然就翻了翻去還找不到 好記在這裡最好 這個頭腦記在裡面最好 記起來才不會忘記 因為這樣可以可以修 出分段生死 真地涅槃 有沒有跟藏教證一樣的涅槃 這個藏教證什麼 涅槃 偏真有沒有 這裡也叫做真地涅槃 偏真跟真地是同一個涅槃 但是因為藏教他很偏 我就是在這個涅槃裡面 我怎麼樣我不要轉班 你不要拉我 我不會 我就這個就好了 有沒有阿羅漢有沒有 我就修這個就好了 你不要叫我當菩薩 我不要當菩薩 我這樣子就夠了 這叫偏真 他正道的是真地涅槃 但是他不要出涅槃 他不要離開那個境界 所以那個真就被他偏掉了 但是通教呢他有一個彈性 因為他通前通後 所以其實到最後呢 通教這一班會沒有人 就是辛宇斯那一班 他都把他的同學都接到別班去了 他說反正我這一班就是 是通教班 是不是通前 你就轉到前一班 要不然通後就轉到晚一點的那一班 那你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比較有彈性的班 真地涅槃 他這個真地呢是可以通到前面 也可以通到後面的 所以這個是通教的一個特質 他是菩薩 度的是菩薩 但是他兼二聖 為什麼 因為他有通到那個藏教 所以他也要度那個二聖 但是前面藏教 大家記不記得來 我們到前面去喔 藏教他是主要的要度誰 是不是 一個是主一個是父有沒有 正化二聖 龐化什麼 菩薩 這是藏教喔 這樣知道他們的差別了喔 好 可以喔 好喔 現在還不會亂對不對 因為只有兩個 現在再來加入戰場喔 藏通可以了喔 我們大概目前喔 只有那個地的地方比較亂 有沒有 什麼二地 三地又什麼 還有沒有四地啊 有喔 四地就在前面古籍滅道 好那別教呢 別教他就是別 別是什麼 別的意思就是特別 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我只要修一種叫做別 他只要修什麼 我就是喔 排除這個排除那個 我只要修菩薩 所以他到這個地方 已經把那個二聖給 啪 提出去了 我這一班 只給什麼 就是建議師父每次都說 我這一班 我們現在只願意給 要出家的人講話 我們只願意給 要成佛的 才可以來跟我講話 是不是 這個就是別 就是別菩薩法 我們的時間很有限 所以呢我們怎樣 只能度一種人 這時候我們只能選擇啊 選擇什麼 選擇我們要度的對象 所以他就講喔 別前葬通二教 也別後援教為什麼 因為哪有人那麼硬的 誰規定人家哪一天他現在不當菩薩 他有一天會發菩提心啊 你不給人家機會喔 我說不行 我現在喔 我只要度菩薩 你有沒有發菩提心 你沒有發菩提心 我不要跟你講話 所以呢他就跟原教 不夠圓融啊 他就個別 自己有自己一個獨特的 所以叫做別啦 所以不管是教理 或者是他的修行 或者是他的修行的位階 教理 制斷 行為 因果 這八個項目喔 都跟別人不一樣 別前別後叫做別 別就是不一樣他很特別 他都跟別人不一樣 跟別的哪個人 跟藏教也不一樣 跟通教也不一樣 跟原教也不一樣 我都跟人家不一樣 我就自己一個 一個派叫做別教 那這個別教有真的那麼厲害嗎 我們來看喔 他裡面的內容 其實都是他自己設限的 還不是在講四地 有沒有 四地 十二因緣 六度 他再加一個什麼 因為菩薩不是只有修六度 菩薩要修什麼 十波羅蜜有沒有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念 會突然念 布施慈戒忍入 禁禁禪定般若 然後後面突然有跑出四個有沒有 那四個是什麼 方便願力至 有沒有那個就是十度 好十度呢對應十地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他這時候 因為他要修菩薩行 所以他對於這個菩薩呢 的法門就很多 他把它擴展到非常的詳細 所以你看他講生滅 可是他講什麼 無量 好你要當菩薩 第一件事情你要先發什麼願 四什麼願 四紅是願 四紅是願 就是無量是地 眾生無邊是願度 就是苦是地 緣苦而發 無量 因為眾生很苦嘛 有沒有 眾生無邊是願度 所以苦地 緣苦地 而發的願 叫眾生無邊是願度 好那眾生的煩惱呢 緣極地 而發什麼 煩惱 無盡 怎樣 誓願斷 那我要斷眾生的無量煩惱 他的無盡的煩惱 所以要學什麼 法門 無量 誓願 學 那那個無量誓願學是 原苦即滅到的哪一地 方法 是哪一地 道地有沒有 苦 是跟眾生對應 極 跟什麼 煩惱對應 無量法門 就是道啊 道地啊 好 佛道 無上 怎樣 誓願成 他是圓什麼地 圓滅地啊 是不是 所以他的叫做無量 他這個內容就是 你學什麼都要無量的 因為你要度無量的眾生 好 那無量到什麼程度 無量到超過你的私益 所以你看喔 他開始講 不私益 不可私益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前面藏教叫做私益生滅十二因緣 通教叫做私益不生滅十二因緣 現在變成什麼 不私益生滅十二因緣 所以你猜最後一格要填什麼 圓教的時候要填什麼 不私益 不生滅十二因緣 知道嗎 自己要後面要會接依此類推 會嗎 私益生滅十二因緣 私益不生滅十二因緣 不私益生滅十二因緣 不私益不生滅十二因緣 障通別緣就是這個 不私益對不對 不可說不可說 不可說益不可說 是不是 這個不可說是真的是不可說 所以呢這個地方呢 已經開始進入不可說 不私益的 好 那這個六度十度也是不私益 這是菩薩喔 好 菩薩呢 得二第三地有什麼 你看 來了 這菩薩 他不要跟藏教跟通教 他們不想要跟 藏教跟通教不想往來有沒有 但是唯一呢 他還可以相通的是哪一教 這個別教呢 他只要跟 要成佛的人講話 所以那這時候他只能跟哪一班講話 那就跟圓教而已喔 所以呢他只通一個地方 就是通到圓 所以他的二地裡面有什麼 有圓教的 圓跟別相通的 圓教的二地跟別教的二地是一樣 這個就是圓入別 圓教的三地跟別教的三地一樣 這兩個共用一個三地叫做圓入別 聽得懂這意思嗎 所以他會互通 他的教材啦 他的課本 他的那個票 是不是 我這個班級 那我要知道我要讀什麼班啊 所以他其實他在這個講地理的時候 他其實是 教材可以接軌喔 那個地理是可以接軌的 他的教的內容是可以接軌 好所以我們先大概知道 那慢慢的我們就來 才會細的一直了解 好別教喔 別教的頓根喔 他是界外對不對 界外喔 好那你看我們剛剛就講 葬通是界哪裡 界內有沒有 那欸現在別教是界外的 表示圓教可能是什麼 也是界外 這樣子你有沒有很容易記 別根圓就很容易記起來喔 界外那別教是頓根 因為他就是很固執 我只要度菩薩有沒有 他不知道眾生其實出發心就是佛啦 他就不夠圓榮 那表示圓教應該是開示界外的什麼 立根菩薩有沒有 這樣子你有沒有覺得 你已經快要可以寫教官綱中了 好那如果有一天呢那個 教官綱中呢失傳 只剩下葬通別這三篇 那你圓可不可以把它寫出來 好可以寫的對不對 因為他就是欸 你可以看到他的那個脈絡 那個架構 好是不是 所以等一下那個星測法師去檢查 你那幾張一定少一張 好 少一張沒接好 就斷檢禪篇 然後去把它補起來 另修次第三關 他修的是次第三關 他有三關了 前面是西空關 第二個是體空關 現在是次第三關 那到原教就是一心三關了 好一心三關 出分段生死 但是還有一個叫變異生死 他出兩種生死 好正道 中道捏盤 這是別教 我們先知道 葬通別 然後我們 有時間今天就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留什麼 我們明天來彙整 葬通別還有一個圓加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出現了一個很完整的對照圖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鄉鄉文常附帶來日